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音乐会正在演出 当合唱团放声高唱 保卫黄河时 全场一片欢腾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光未然 显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日益表现出妥协退让景象 抗战的前途在哪里 许多人陷入一蟒之中 对抗战能否取得胜利 忧心忡忡 照片上这个意气风发的男子叫光未然 1938年秋 他带领抗日演剧三队 东渡黄河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他们在湖口瀑布附近 目睹船夫与激流搏斗的场景 听着悠长的耗子声 一首诗在光未然心中发了牙 他五天口述完成厂诗 黄河银 作曲家险兴海拿到诗稿后 在窑洞里架起小书桌 手握拳头边唱边写 望我之时把手中的烟斗都敲断了 六天六夜三亿齐谱 终于完成黄河大合唱的作曲 黄河大合唱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后 有多次演出 他不仅受到延安居民的广泛赞扬 还被不少人用手抄的方式带出延安 在重庆 在上海租界广微流传 经久不衰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歌声的星火也能燎原 就像黄河挽起无数支流和细川 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前赴后继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 时至今日 每当这首乐曲响起 总能让人激情澎湃 斗志昂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